最擔心的這一天 終於還是到來 來看到 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的晶片制裁 一指制裁公文 一家公司 讓中國大陸 將近20年來的半導體發展 一棒打回原形 事從帶我們來看到 居然我們還沒參透 這個殺傷力有多大的時候 更重磅的消息是 台灣過去的DRAM教父高啟泉 居然金船斷開了紫光 沒說的事情後面水多深 沒錯 事實上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來說的話 是連續的遭受到重創 最先的消息就是中芯國際 受到美國出口管制這件事情 事實上之前就已經傳出來 但是中芯國際一直都否認 美國也沒有相關的文件出來 中芯國際於是就是 詢問他在美國的相關的供應商 後來他在4號的時候 終於在港交所發布一個公告 他說根據他去跟這個 相關的美方的供應鏈去調查之後 發現證實到 美國有發文件給他們 要求他們反正只要涉及到軍用的產品 是列在美國的出口管制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這個 相關的設備要出口給這個 中芯國際的話 是要接受到美國官方的這個許可 無論如何這個SMIC 也就是中芯國際 被制裁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對中國的2025的計畫來說 還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傷 好 事從給我們看到 就是對中芯國際的這個制裁 最擔心的一天還是到了 他親口證實 看到沒有 這個制裁的手法 激激乎乎跟制裁滑回一模一樣 而就在去年 制裁滑同一時間 他超前部署了 囤了一整年倉庫的新品 一整年倉庫的貨件 物件 準備要來跟你甘水貴當問題是 你也就一年而已 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對於他的制裁 殺傷力有多大 對 沒錯 這個殺傷力可以說相當相當大 特別對中國大陸 全方位的產業都受到影響 因為他的這個客戶裡面 60%都是中國大陸的廠商 所以你一旦中芯沒辦法做的話 他周邊的產業可能都會 包括說AI人工智慧 包括說自駕車一大堆 全部都會受到影響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個 可能也會受到影響的產業 那就是汽車業 為什麼汽車業 我們知道事實上汽車 一台汽車裡面 目前用到的這個 包括IC半導體 大概已經有十幾片到二十幾片 甚至上百片都有 包括說什麼Adax的晶片 車載的電腦 這個倒車雷達 很多都要晶片 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你的車子越聚會 那麼你用到的晶片就越多 對 沒錯 這個中芯被制裁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相關的產業 相當害怕 特別是汽車產業 因為根據中國 他們的統計裡面來說 大陸的這個汽車產業的 這個晶片裡面的自主率 不到百分之十 那不到百分之十的話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要制裁你的時候 我把你的晶片 車用的這個晶片 把你斷掉之後 你連車都照不出來了 所以在根據這個壓力之下 你看 中國大陸的科技部 工信部 還有紫光集團等等 他們在9月19號成立一個 叫做中國汽車晶片產業 創新聯盟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他們想說 我10%的自治率 我要把它往上拉伸 為什麼這樣往上拉伸 因為一旦動到中國大陸的汽車業 說那真的是傷金動骨 為什麼傷金動骨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到2019年的話 汽車年產量是2572萬輛 佔全球銷售量的28.5%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汽車 是全世界產量第一名的 好 但是它的汽車的產值 大概是10兆人民幣 那10兆人民幣是什麼意思 大概佔中國大陸的GDP的10% 也就是說中國到的成長裡面 10塊裡面有一元 是汽車業貢獻的 再來汽車業相關的就業人員 有400萬人 400萬人除以中國大陸的 涉業總人口的就業人數來說 大概是六分之一 所以你看一旦汽車產業沒的時候 對中國大陸是一個多大的傷害 所以他們當然要防止 你萬一美國真的做到很 做到絕的時候 把我的汽車晶片弄到的時候 我要趕緊要一個 這個所謂的計謀來應付你 你不要只看老美川普的一個 所謂的晶片制裁 一家公司而已什麼了不起 後面傷筋動骨 今天就舉這個汽車業 後面代表的GDP的概念 後面代表的就業市場的概念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來看到這一張 它叫做戰略聯盟 你也可以體現出 整個中國大陸汽車產業 是國之重業 它對這個有多大的一個危機感 帶頭的是誰 紫光 沒錯 紫光集團在裡面來說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大家覺得紫光集團 你之前不是在台灣 找了一個高企權嗎 如果真的中國大發揮了 風風火火的時候 高企權照理說的話 因為10月1號他的約到期 照理說應該5年約再續約 可是高企權居然在10月1號 就證實他要離開了紫光 他要走了 也就是說5年的 他們的所謂的主仆關係 就結束了 結束的時候 有人就說 這個對中國大陸的 半導體產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壞的警訊 因為高企權在5年前 被紫光挖角之後 他負責什麼 他把他任命為 長江存儲的重要的管理人 長江存儲是做什麼 是做中國大陸的Net Flash 以這個高企權來說 他也覺得非常欣慰就是說 他把中國大陸的Net Flash 真的做起來了 目前中國大陸108層的Net Flash 也做起來了 但是為什麼高企權要離開 我跟大家講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因為這個中心被殺驟 中心是什麼 中心代表的是 是中國大陸的國家隊 這個所謂的高企權 他之前服務的長江存儲 也是中國大陸的國家隊 也就是說長江存儲 接下來也有可能會被制裁 所以在這個壓力之下 高企權當然知道說 我如果再留在那個地方的話 搞不好我會有事 所以我就離開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覺得說 中國大陸現在開始瘋瘋瘋瘋瘋瘋 要搞這個半導體來說的話 他想要有自己的事業 所以今天就傳出來就是說 他跟我們台灣一家星雲公司 他在湖北黃石這個地方 投資興建一個 12寸廠的再生晶圓 再生晶圓是做什麼 再生晶圓是用來幫助晶圓機台 你在設計的 你在這個製造的時候 第一個你的穩定性 還有包括測試用的相關的晶片 也就是說其實他比較看好的是 IC的半導體的材料 他對於紫光那種做滴潤 下游做滴潤 其實他可能未來沒有那麼的看好 所以今天沒有高企權 就不會有今天的紫光 我們講長江存儲 全中國昭露最大的DRAM集團 沒有他 沒有長江存儲 今天五年的約一到 怎麼可能放這個人走 所以非走不可的理由 背後會不會體現出 不能說的那個所謂的 芯片自製率 技術含量太低的那一種 進退尾骨的窘境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講從中興到紫光 這樣的制裁沒有一件事 中國大陸 你說現在你可以航空 你可以捍衛的 那現在怎麼辦 今天面對來自美國 里里外外的逼迫跟壓力 習近平有一件事 倒是現在眼皮子底下 現在就能做的 那是什麼 針對紅二代的所謂的 近未分明 已經到了刀刀劍骨的程度了 沒錯 他可能在外面來說的話 面對美國這麼大的壓力 他目前可能沒有辦法解決 那怎麼辦 就內部來說的話 鞏固黨中央的這個權力 我跟你講我們10月1號 是中國大陸的國慶 9月30號是他們烈士紀念日 那一天的時候你看習近平本身 還有包括說中國大 所有的七常委全部都出席 他們去出席什麼 這個紀念日的活動 你看他們在人民解放軍的紀念 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這樣子閉幕 這樣子的紀念 人家就說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習近平 好像閉著眼睛的時候 隱隱人家就說 是不是他想要擠出眼淚 一直在那邊眨眼 一直在那邊眨眼 要擠出眼淚 因為在這個場合裡面 如果他能夠掉下一滴眼淚來說 那更加感人 但是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擠出這個眼淚 好 除了他擠出這個眼淚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心在掛念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情 9月30號出席這個烈士紀念日之後 10月2號馬上中國大陸的 中紀委就宣佈說 王岐山 曾經擔任王岐山 這個大管家的這個 前中紀委的中央巡視組的副部長 副部級的巡視專員董轟 他因為違法遭受到調查的這個狀況 為什麼這個董轟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會嚇一跳 因為第一個 軍事長知道 目前中國大陸的 人家就說了 中國大陸的道理是 習李體制還是習王體制 也就是說雖然第二號人物是李克強 但是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其實王岐山扮演的角色 比這個李克強更加重要 特別在打貪腐的時候 習王兩個是一起打貪 所以人家就說王岐山 雖然說他是國家副主席 但是其實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二號人物 可是今天你把長期擔任 國家第一號人物的大管家關起來 那你要調查他 那你意思是什麼 你意思是你要跟國家的二當家 你可能要有一個衝突畫面要產生 這件事情讓人家覺得非常吊詭 而且事情很大條 是因為你要知道 王岐山在習近平上任之後 他就是中紀委 他的中紀委幫他打了多少隻老虎下來 立下了好幾件的戰功 他在打老虎的時候 他是傾差大使 你居然中紀委的傾差大使 現在反而被中紀委自己扮自己人 對 所以大家就說 聞到不尋常的味道 那他做錯什麼 還有什麼不尋常的味道 就像我跟你講 今年以來跟王岐山關係好了 一個一個都不見了 像之前湖北省的省委書記蔣超良 他也被免支了 那前一陣子任志強被判刑 任志強跟王岐山關係是多好 結果他也被判刑 那你看 所以人家就說 好像一個一個到王岐山周邊的人 全部都遭殃 現在你董宏也遭殃 那具體的說 那你到底他犯了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中國道只有說 涉嫌違紀違法調查 那什麼到底是違紀違法在什麼地方 大家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時候 你就聞到一個不一樣的氣味 那他聞到什麼 是不是習近平 你要鞏固你的權力的時候 你要把可能威脅你的紅二代的頭頭 也就是王岐山 我們到今年以來的話 陳平 任志強 那些都是紅二代 不斷的砲打黨中央 我這時候拔掉你的總管的時候 我是給你王岐山示威 你們這些紅二代 給我乖乖的不取動 你管不好 我自己下來管 所以你才看到王岐山 旁邊的四個衛星 一個一個被拔掉 他們出來幫誰 講過一句話 對 沒有 都沒有 好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即將中國道要在這個 10月底的時候要舉辦所謂 19大的五中全會 19大的五中全會 這件非常關鍵 為什麼非常關鍵 因為按照過去的例子來說的話 17大的五中全會確立了一件事 習近平變成是下任的領導人 19大的五中全會 照過去的中國慣例來說的話 是應該確立下一任的領導人是誰 可是下一任的領導人是誰 現在中國大陸沒有人敢說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他想要繼續當下去 所以為什麼他要先把這個王岐山 把他壓下去 他避免說在這一次的五中全會裡面 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所以我們看這一次 現在媒體傳出來說什麼 習近平可能會設一個叫做 黨主席的這個職位 也就是說過去 中國大陸的這個共產黨裡面 只有毛主席一個人 是他認過主席的 其他沒有主席 那我擔任主席的時候 所以我擔任主席我定於一尊 同時政治局常委也沒有 國家副主席也沒有 又不就是一個人說了算 對 也就是說未來我說了算 我說了算的話 那就沒有所謂的任期制度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總書記 他們黨中央是有所謂任期制度的 這個黨綱 但是對於黨主席是沒有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擔任黨主席之後 我未來就是定於一尊 所有的權力 我都會一把抓在我的手上